呃這位什麼Justin帶 呃 然後他說現在卡牌遊戲哪一款不是花生家才能抽滿的 這位員工玩家的留言不公自破 他自己都說現在卡牌遊戲哪一款不是花生家才能抽滿的 你自己都這麼說 你對自家的產品都這麼說了 哦 你不是要你的遊戲賺錢嗎 讓你還這樣說 你是不希望玩家課金讓你們遊戲可以賺錢哦 然後我還特別在下面留言 哦 他這帳號是5月2號辦的 然後5月3號來留言 我們要說謊哦 來看一下這個Justin帶的介面 哦 來看一下 2021年5月2號 OK 哦 標準的 灌水分身帳號 哦 不意外啊 哦 證據就在這邊 灌水分身帳號 最近才創的 嗯 他說什麼 然後他這位Justin帶又來洗一個人說什麼可憐 只能用 只能用貶低人家來博關注 我沒有 我有貶低嗎 我有貶低 貶低誰嗎 請問說你說貶低人家我是針對人嗎 我好像是針對遊戲吧 我應該是針對遊戲吧 哦 啊我對遊戲 對一款垃圾遊戲進行批評 實話實說啊 何來的貶低 你怎麼不敢說說你們遊戲的缺點 你怎麼不敢說說你們遊戲 廣告不實造假的部分 啊怎麼不敢說耶 然後這一位說什麼 不然你講一下現在有啥 佛星免費遊戲的 說來參考一下 我在這邊 哦 強調一點 我在這邊強調一點 沒有任何一款遊戲是佛星的 會說自己是佛星遊戲的 只有手機遊戲會這樣說而已 只有課金抽卡手遊才會這樣說 會說自己佛星的 只有課金抽卡手遊才會這樣說 你去看一下PC 你去看一下家機 PS5 PS4 哦 Switch 哪個遊戲會說自己佛星 基本上沒有 因為他們就是 我一款遊戲 做好 我就是這個價錢賣給你 那些單筆付費遊戲 做一款遊戲賣給我們 然後我們買那款遊戲 他們 他沒騙我們 我們也沒有吃虧 反觀手遊耶 反觀手遊是什麼樣子啊 啊 課金 抽卡 博弈 一大堆 騙錢的機制 在護航所謂的佛星遊戲時 請注意一下 你護航的手遊 哪一款是佛星的 哦 會說自己是佛星的 大概也只有手遊才會出現 哦 會說自己是佛星遊戲的 大概也只有在手遊 才會出現 你這個留言嘛 真的需要用點大腦 然後這個愛妮寶貝 哦 他直接短短一句話說 是在公三小 哦 哦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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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水護航留言嘛 真是太弱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愛妮寶貝 他什麼時候創的 好這位愛妮寶貝是在 20207月6號 這讓我想起來 御神機跟雲之歌是同一款遊戲公司 御神機跟雲之歌是同一款遊戲公司 然後然後御神機是在去年的7月份上架的 沒錯 所以這個賬號應該是 御神機上架時 哦 遊戲遊戲員工辦出來給遊戲灌水的 然後這位又有一個留言 你是不是不知道 Google刷新下載速度沒那麼快 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你們 遊戲員工 哦 開灌水分戰來洗留言的速度還比較快一點 然後這位說什麼趁熱度啊 不喜歡可以不要下載 沒人強迫你玩 啊我就是玩個不喜歡 好啊麻煩用點腦袋然後有點邏輯好不好 我就下載後玩個不喜歡 有什麼 這個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邏輯很難懂嗎 然後說什麼 然後他又有個留言說什麼 這幾支影片的重點 只要叫人家不要課金 人家要不要花錢還用 還要你教 呃不用我教啊 哦各位網友 請各位網友記住一件事情 哦我 你們要不要課金不關我的事 哦葡萄我 是勸你們 我是用勸的 勸各位 不要在手游裡面課金 尤其是課金 免洗手游 哦 記住 記住我這句話 哦葡萄我一直都是勸的 哦我 因為基本上錢是你們的 你們要怎麼花生你們的自由 哦我一直都是勸的 我只能勸你們 不要被騙 說出來我也不能阻止你們什麼 就只能用勸的而已 然後他說什麼速播 說什麼速播 他回我什麼講的不怎麼樣 呃我也覺得你這個留言不怎麼樣啊 而且你短短的留一句 然後又在雲之歌的影片下面留言這句話 哦 好啊我不給我不會保證你是什麼灌水賬號 但是八成是啊有八十%的機率是啊 而且尤其尤其是你的名字嘛尤其是你的名字 也不知道是在工商哪一款app 哦 呃就可能八成你可能有八十%的機率是 然後這為什麼玩斯敏嗎 別說現在手遊了 以前的電腦遊戲也都一堆自動戰鬥 哦以前的電腦遊戲一堆自動戰鬥 你是說 以前電腦遊戲你都開外掛嗎 你是這個意思嗎 請問一下你以前的電腦遊戲 你都開外掛嗎 所以有自動戰鬥 我記得我以前玩RO的時候 我以前玩仙境 我以前玩仙境傳說的時候 我以前玩風之谷的時候 我以前玩跑跑卡丁車的時候 我以前玩什麼完美世界 玩什麼墨鄉 沒有自動戰鬥啊 要自動戰鬥只有外掛才會有 你所謂的以前電腦遊戲都一堆自動戰鬥 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在洗這個灌水留言的時候 你有經過大腦嗎 你有經過大腦嗎 隨便講講的就對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位王詩敏 他的介面 講講王詩敏 2021年5月3號 半戰號的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有截到一張他的很奇怪的圖 各位來看一下 他這個留言跟他剛剛講的話是一樣的齁 說什麼別說現在手遊了 以前的電腦遊戲也都一堆自動戰鬥 而且他這個帳號還被限制的權限 更可以證明就是說 他這個帳號是在5月3號當天創的 我這個圖片是在5月3號截圖的 沒騙各位 我來給各位看一下這邊 所以他那時候帳號才剛辦好 所以有些權限被限定了 所以導致他一些頭貼沒有顯示出來 導致他一些頭貼啊 他一些名字沒有顯示出來 OK壞壞換下一個 然後這位說什麼 好啊你是不是不知道有個行業叫工作室 去看看 去看看天2M有多少同步玩家吧 這種留言嘛 你就可以合理的懷疑他是在幫雲之歌灌水護航了 天2M怎樣是那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你不說說自己遊戲的缺點 然後反過來拿別的遊戲來轉移焦點就對了 我發現他們很喜歡拿別款遊戲 轉移耳目 轉移人家注意 說別款遊戲也是怎樣啊 別款遊戲也是怎樣啊 別款遊戲是別款遊戲的事情 我們講雲之歌就是講雲之歌的事情 不用在那邊講天2M怎麼樣 然後這位什麼莫莉玲 你看他一樣說什麼 說什麼你可以去玩天2M啊 看看你花10萬 看你花5萬10萬有沒有辦法進排名 所以勒 你現在是說課金手遊嗎 課金手遊要跟課金手遊比比看 誰花的錢比較少還是比較多嗎 兩款課金手遊要互相比較 所以這種灌水護航留言嘛 就像剛剛說的 喜歡拿別款遊戲來轉移焦點 至於別款遊戲是怎樣 我們以後 我以後有機會會玩玩看的 不要在那邊跟我扯這些有的沒的 雲之歌就是扯雲之歌 OK 然後這位什麼天天 然後他放一隻狗的頭貼 他問我是不是想趁這遊戲熱度 才做這麼多支影片 趁熱度是一定有的啊 我這個人很誠實 我不像這些課金手遊一樣 會造假騙人 我不會我很誠實 我做遊戲嘛 當然是 做遊戲影片當然是 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趁熱度啊 喔 這個這點我不反對啊 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 喔 在去年的6月6號辦的 差不多在預神機上架的時間左右辦的賬號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賬號他們辦的時間喔 他們創的時間 都差不多跟某一款手遊 剛出的時候那個時間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那個時候出的 喔 預神機在7月份的時候嘛 啊有些 他們有些賬號就剛好在7月份的時候創的 不然就在前一個月6月份創的 有這麼巧嗎 喔 預神機是同一家遊戲公司 喔 跟雲之歌同一家公司 然後這些賬號 這些賬號又剛好是 那些遊戲上架時間創出來的 有這麼巧嗎 應該 欸 巧合吧 是巧合嗎 如果有這麼巧合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應該去千個六合彩才對 喔 應該去千個頭 千個六合彩 不應該來 不應該來這邊灌水留言 因為 真的太巧了 然後這位說什麼 你自己開公司 會想給別人白嫖嗎 這遊戲也沒叫你一定要花錢吧 OK 我在下面也有留言回覆他 因為那時候好像還 懷疑他是不是員工玩家 OK 這邊再跟各位說一句話 喔 在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沒有說 遊戲一定得 喔 一定得玩免費 有很多單筆付費遊戲 有很多單筆付費遊戲 有很多 買斷製的遊戲 喔 他們都是物超所值 元素應有盡有 不一定非得說 玩課金手遊吧 喔 然後他說什麼 這遊戲也沒叫人一定要花錢吧 喔 這句話 他這句話說 這遊戲也沒叫人一定要花錢吧 沒叫人花錢 那你還一大堆課金提示 什麼VIP 喔 什麼手櫥 什麼現實聯儲 喔 每日單筆 喔 這還有什麼每日單筆 我上次有看到這個嗎 應該沒有吧 喔 喔 一款遊戲沒叫人一定要花錢 還擺一大堆課金提示在上面 你所謂的沒叫人一定要花錢 可是一直提醒人家要花錢 好嗎 喔 沒說一定啊 但是提醒你要花錢喔 喔 喔 這兩句話好像是不同層面的意思 然後這為什麼 呃 novia novia chain 喔 novia chain他說什麼 這遊戲嗎 他說什麼這遊戲比 其他畫面 這遊戲比其他遊戲畫面好很多了 阿 阿 阿 他說 喔這個遊戲畫面好很多 比其他遊戲好很多 灌水流言嘛 真眼說瞎話啊 太弱了吧 真的太弱了 各位記住他這句話哦 然後注意他 他講的這個 他講的這個遊戲 雲之歌嘛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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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